餐饮巨头麦当劳计划出售在我国和新加坡的特许经营权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 麦当劳准备出售在大马河新加坡20年的特许经营权 总值预计超过4亿美元或马币大约16亿2600万令吉 消息指出目前已经有潜在的竞标者 正在和银行洽谈高达2亿到3亿美元的融资方案 新加坡麦当劳发言人接受彭博社询问的时候就指出 麦当劳为新马两国的市场采取了发展许可模式 目前正在和承诺推动这两个国家业务发展的获选人洽谈当中 麦当劳目前在我国拥有超过250家分店 新加坡则有大约120家 麦当劳寻求本地特许经营权伙伴 接掌马兴两地的快餐店营运 主要是配合该公司新的首席执行员所推动的国际业务重组计划 除了新马两地 麦当劳也计划脱售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引运